我記得去年有很多人都說,一滴雞酒奪怪,你一杯酒都不噴一滴雞,為什麼現在是滴雞? 是? 我幫你當我好了,我們 Son1,四,八 對你 Scientific? 是一勞早就 我不會差一點點люч的情況 我心情為 jeszcze要安心 pulp習慣選會 除非你年轻這一關,成立上改變 第一点二月收购用了 第二点声唱歌 先机太喜欢站真面了 太喜欢打团 然后第三点就是 没有正确的思路这把 我敷牌 我都没想到会打人家 没什么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我是真没想到 没想到声唱歌 今天会被听给压制的这么惨 因为在我的眼里 我感觉声唱歌打king 应该是打king的建模一般 应该是他总打宝宝那种堆局 就是我以为是这样的 这里声唱歌 有点奇怪要打的用 还是没利用上等等点 这机这样玩 不如选择大数 真的是 从来这不带线 只玩间接打团开轮吗 难道最后一把剑是六几个 感觉六几个是会单带的那种 这剑机把把都不带线的 这样的话那剑机不是只能兑现吗 如果这样 除了兑现一五四处 如果不单带的话 就一滴机打小组赛一直赢 就是因为剑机和阿卡利 两个边线一直在带 所以赢得很轻松那几局 这个有优势反而无需带了 其实我觉得 说实在一滴机跟第二叉的 这种五把 就是BP上面确实没有做错太多 就 闪打的都拿了 然后打出来的效果都打出来了 就后面三把是 我觉得 能说 大家都很尽力 BP被包了吗 剑宝还好吧 剑宝在主播的 在我的角度啊 在我的角度 我在EDG战略的角度来说 可能剑宝阵容是没问题的 你们说嘛 你不看这个结果 觉得左边的阵容看起来是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呀 但是这个结果有点夸张 这个过程很夸张的过程 先瞄准K呢 打掉他的意境呢 剑宝的辅助位置非常不错 大面开起来 但是盲色已经先行倒在地上 这是我这波 先不说啊 因为 我是不是因为 现场哥没有看到 自卡闪现大招的 我是没有看到他为什么这波不杀他 他有闪 他第三 第三段的Q Q闪就杀了呀 我就这波有点关键 如果他这波自卡死了 他又没有TP 这波两波先吃不到 他应该是应该是没有看到 他就用闪现推的 哦 黄文鸡在很混乱的时候 飘进来开大了 他不知道他用过闪 就好像队伍跟队伍跟 就是中野 两兄弟跟自己都没有看 对面用闪吧 应该是 所以才原Q闪 当然 当柳鱼说一 对面都是有闪 然后可能有个Q闪 骗人家闪的 就Q怎么用一下 要骗对面闪也可以 那些 那老街 我都不喜欢这样的吗 Q1 Q2 就原地按Q3 然后骗你闪现 就有闪的话 哇 哇 这个没有群道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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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哇 他有闪 还是稍微差一点啊 我眼睛有点看不清啊 他就有那么一点的 就是一条白线 他有闪吗 他一条白线呢 这 哦 这闪现本来就有 有一个白白的 哦 ries 说实话不一定兄弟们 这Q闪真不一定 他被他闪躲 他这个Q那个闪现也Q不到 然后正好这个卡密尔的那个大招框 把那个把圣山哥锁住了 他如果没框的话应该闪了吧 你要知道这个闪现A也行吧 但有个框啊 也不是 太难太难了 不说了不说了 这波证明自己没有安Q闪 能Q闪吗这里我看一下 Q1 Q2 被神人拉开 Q闪 Q闪 不要留给你 太扬了 Q闪 主力不够 有很多人都是 有没有Q闪 Q闪主力不够 被街主 黄欧拉 Q1 Q闪 我被神人躲 你怎么跟不着你 Q闪主力也不够刚刚 他被青带影关注了 关注之后被神人拉走了 丢吧丢吧 跟我没卖装备那差不多吧 你怎么说这波有点可惜啊 他本来是暴打他的 这个队前打不了了 第58就不看了兄弟们 感觉有点像折磨啊 他说说 Skulls的前四把打得特别好 哎 我作为过中单啊 然后也打过 满五局的 确实很累 我操折磨起来了 我看不下去了 我本来觉得会三别人 主要是 我像我三别人还有三 我感觉我也得有点事了 主播有点事 主播先下了 拜拜 拜拜 别发ID了 别发ID了 我也不想看了 真的是又臭又长啊 而且主要是看得很心急呀 我好夸张啊 今天的比赛看到我 今天主播的星期 我告诉你 前两把还在笑 还在吃蛋糕 还在吃零食 第3把开始 第3把打完还在笑 第4把我打完就觉得 给你们一把 国际比分3比1 第4把打完 我操你个TJ 感觉要造中 第5把看我前期 OK回家 我每次熬夜看比赛 看到主播都想突血 真的要突血了 主播 我作为传网的 最大黄炸跟猪炸混合体 直接沉没 千年猪炸 加千年黄炸倒了 今天主播心情差到几点 作为个千年猪炸加千年黄炸 下一枪怎么说打 京东打T1 压力来到京东这边 京东我觉得 没啥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在 说别人不好 我觉得T1 我并不觉得T1有根基那帮人强 就是整个队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是 RNG打T1 就是好几场都是 RNG又是很大的 前期 对吧 所以说 我希望京东加油啊 大家不就是一个想法吗 应该跟我一样 就给京东下游 现在 一个LP打三个LCK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呀 这看今年的LCK确实 比以前强 强很多啊 弹幕别说了 目前看到现在确实不配拥有第1赛区这个称号了 近年 就看京东吧 因为京东能夺关的我还能保住 给新人一些机会 很多新人都被你们 骂得很惨的呀这种弹幕 我想想 大黄大黄不是新人吗 不比大黄骂得很惨 LP很多新人的呀 大黄 我想想EDG 杰杰 RNG小魏 布雷哲不挺新的这几个 淘宝 大黄 京东机 Hopper missing 不都挺新的这几个 我当时你这样一说的话 LCK那边的新人好像更种 LCK T1 那几个 古马游戏在周四那几个新函跟踪 T1除了Faker以外全都是小老弟 0405年的太夸张 03年的 压力来到京东这里了 半就会失了今年 压力来到京东这里 一定要先把SKD干了呀 我们S8的时候也是本来是2比0追他们的时候 然后 虽然我们没有被RG3 如果丢把 输掉 那个后 那个后锅 我是不敢不敢接受的 我当时没有买装备 然后因为导致我输了 哦 想象就可怕 你知道吗 我应该估计 至少一个月不看微博 跟跟媒体 任何相关的软件都不会开的 马上删掉 太可怕了 如今我们LPL除了1号种子之外全倒了 不免有点吐死湖杯之意 甚至开始怀疑赛区差距都体现出来了 但我们的最强主力还没有倒下 JDG不屈的韧性已经展现了出来 谁又能说不是京东包围了LCK呢 不管怎样 悬念还在继续 请JDG 我们赛区最后的荣光打出LPL的风采 最后 制作不易 麻烦球个三连 谢谢观看